今年啊是2023年 我们就不说这个法律的一些事情啊 就是在今年竟然有一个女子 由于拒绝相亲而导致家人被反复骚扰 最终殴打到住院 其实大伙都明白啊 这个事情闹得有点热 就是有一个女的 她的发小的父亲要求她去相亲 结果呢可能是对方条件过差 然后这个女的就拒绝相亲 并且就直接走了 然后这个发小的父亲 就是这个介绍人感觉到没有面子 就反复到他们家来闹事 最终把这个女子的母亲 殴打了30分钟 脑震荡 打断了六根肋骨 把这个女子啊 赶回来伺候家人的女子 脸也给挠花了 其实就是要破她的相了 很简单嘛 对吧 关键是 有记者去了解这个事的时候 当地派出所说 确实有这个事 但是人还没有抓 因为伤情还没有界定出来 这个事我先说这个女子有什么错 因为事情出了 有人说啊 一个巴掌打不响 当然一个嘴巴扇到脸上的时候 那个一个巴掌也能打响 但是咱们先眼睛向内啊 搞一搞 这个女的有什么错 首先 在河南 我据我了解农村啊 整个农村对我这个风俗 由于当年大规模的遗弃女婴造成农村的男同志 男人的数量特别的多 女孩的数量特别的少 注意是两个特别 一个特别多 一个特别少 我希望啊 能看到我这个视频的人 不要惊诧 因为但只在县城一起 这种现象就没有了 只有在农村啊 士林的男孩特别多 士林的女孩特别少 那么只要是真的有这么个女孩了 在外边打工 又没有在外边找到 就是核心的对象 他只要回乡 就会被 被把门堵上 那种疯狂的排队的进行相亲 当然相亲不是白乡的 据说乡一次亲啊 多则二百少则一百 不然的话 很难忍受这种骚扰 去年还听说 一次有一个女的一天相亲几十次 几十次 不是几次是几十次 那么我怀疑啊 这个女的可能收了人家相亲的钱 自己又跑了 那确实第二天就走了 没有把这个钱还回来 可能在这方面是有问题的 那么作为一个介绍人 可能之前有什么利益交换 比如说这个女的长得还不错 所以这个介绍人恐怕是夸下了孩子 就是说 我这个人绝对没问题 我儿子的发小 我孩子的发小 不是儿子啊 是我孩子的发小 没问题 我给你介绍熊 你 有个交换 我怀疑有这么个事 当然这个人后边做出来的事情 让我们感觉到匪夷所思 他反复的到人家闹事 闹完事就下跪磕头 磕完头就回去 过一段 过这么一小会儿又觉得想不开 又找人过来闹事 闹完事 接着道歉磕头 我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即使是这个钱没有还 也不至于反复的到他们家闹事 这个时候还有一个点 可能我想大好多人没有意识到 就是反复到他们家闹事的时候 村里人是没人管的 也就是说村政府一级是瘫痪的 也就是说 在村子里打架闹事 其实是没有人管的 事情发展到这个反复的闹事之后 没人管 那么这个人就感觉到 我觉得这个人可能是有点肆无忌惮 终于发展到手持钢管 将该女子以及女子的母亲 殴打了30分钟 导致这个女子的母亲 脑震到六根肋骨断了 注意到这个时间点 依然没有人管 依然没有人管 把人送到医院 对方打人的逍遥法外 根本就不过问 也不送钱 也不道歉 反正是三步 不见面 不道歉 不打款 三步 那么你再到当地政府 就是这个派出所就问 派出所说的更加奇葩 这事真有 但人真没抓 为什么 这个伤情鉴定没有出来 也就是说 如果 如果这个伤情鉴定 再稍微轻着 也许打就白打了 也许啊 当然说 断六根肋骨到底是什么伤 有专业人士去说这个事 我现在说的关键就是 能反复骚扰 殴打三十分钟 无人过问 一 这人是村霸一击的 二 基层政府真的就不管了吗 即使你村里的主任 即使你村里的质保主任 形同虚设 咱哪怕 为了村政府的脸面 都应该出来劝一劝 还能就这么着 往死的打 愁气仅仅是因为 人家拒圈你说的那个人 不想和你说的那个人见面吗 如果 我是说如果这个事情 当然说前面还有一个事情 也是打人 打人之后 据说赔了钱了 据说这个事就了了 我说这个事 如果这个事 我看了 对方估计也是又臭又硬的主 如果人家又不赔钱 你还真把人家 在不怎么地的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会助长 会导致 三年以来的疫情防控 所导致的一些不良风气 被压制之后的反弹 报复性反弹 就是说 没事 打就打了 反正我又没有公职 他就是把我居上15天 又能如何 我打了 他再说 下次就没人敢惹我了 他想扬名立万 他想更深一步的干一些事情 因为现在农村 我在农村是有好多亲戚的 我非常清楚 在农村基层 其实是不作为的 然后农村有 村民有一个坏毛病 他们只认这种宗族势力 你打了我就打了 我去找 比如说黑帮打了我 我找黑帮管 这种说事 至于村政府 他们相信村政府是摆设 他们相信村政府管不了 否则的话 这次到了这种程度 他们没有打110 村政府也没有管 110也没有打 很有意思 请放心 如果到了这个层次 他们打了110 110没有过来 肯定他们会投诉110的 这次肯定会说 我们打110了 110不管 请注意 这个女的是在外地打工的人 她起码接受了一定的教育 并且是在外面见过世面的人 回到村里依然如此 我们可以想见 一些农村 现在成了什么气候 他们成了什么样子 当然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 我作为一个普通人 要对一些政治上的事情 或者管理上的事情提借你 我只是告诉你 从这个事情上 我们反映出来一些什么事情 反映出农村 现在基本上已经是 已经是丛林式的了 丛林法则了 不能说弱肉强食 最起码强者 这是有武力值的这些人 亲戚朋友比较多的人 根本就不问青红皂白 就根本就不管对错 他们就敢去帮忙 他们就敢去 由于一个女人 一个女子不接受 相亲的安排 就敢聚众去殴打 并且殴打三十分钟 这个 在以前我们看到的一些电影当中 电视连续剧当中的 所谓的黑帮 估计都做不出这种事情 因为黑帮是有道德品质 他们也有自己的帮规啊 而这些人就是村霸了 为所欲为肆无忌惮 可能是长期的 这种基层管理的不作为 或者叫维稳 只要你不闹事 怎么着都行 我可以把它认为是一种懒证 上级要求 你这个地方 你这个单元不能出问题 出了问题 不管对错 先收拾你 就造成基层管理单位 一些人 管理者 他更多的是采取 稳住你 给你好处 你越能闹 你越能打 你越王八蛋 我越给你好处 而助长了这些人的风气 前期三年 疫情防控 从物理上隔离了这些人 成群 他们黑社会嘛 黑帮黑帮 他们里有人啊 三人成黑社会啊 由于疫情防控 他们凑不起那些人 一对一 谁怕谁啊 但是 一对二 一对三 人多者 对吧 人多的人厉害吧 群狼 猛虎 男敌 四郎 现在 疫情防控不讲了 他们重新聚集了起来 其实不只是农村 我想城市这方面 也是存在这方面问题的 就是之前 他们那些人开始死归复燃 开始重新聚集起来 重新开始 不能说孝聚山林 最起码 他们又开始 干一些 他们憋了三年不敢干 想干而不敢干的事情 当然可能我说的有点多啊 我说的就是 好像我指点江山 指点了一些基层 基层行政单位的工作 但是 在这次 这个 三十分钟的殴打当中 我没有看到 我也没有听到 关于警察的出现 也没有听到 关于村干部的出现 甚至我更没有听到 被殴打者 对警察的要求 比如说 我报警了 比如说 我控诉警察不作为 比如说 我控诉地方政府 村政府不作为 没有 他们只是希望 政府给他一个公道 他们的想法已经很卑微了 他们已经不再相信 他希望给他公平的那个政府了 因为在他最需要的时候 他等来的是殴打 无尽的殴打 因为连续三次 没有人管 所以他才提出了这么一个卑微的要求 希望政府能给他们一个公平 他都不敢说希望警察能够公平的判这个事情 让警察对这些人提出严惩 他不敢提 所以说 也许这是个个例 但是我们从这个小事上要看到一些危险的苗头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这种事情感到危险 就是我们是独善其身 但是有一部分恶徒 他们聚众 他们靠的是人数上的优势 而我们如果在城市当中 比如说县城啊 比如说省城啊 比如说一些比较大的地区级的城市当中 我们打一个110警察就会迅速的出现 但是在基层的农村 请相信 一村民 不靠这个 他们相信警察来了还会走 不能长治久安 因为村里没有派出所 村里是没有警察的 二一个 村里确实存在一部分 没有工作 没有钱 极耗面子 宗族势力比较强大的那么一群人 他们在村里真的可以说是为所欲为 而似乎所有人对这些人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办法 因为他们真的不怕 比如说行政拘留15天 他们真的不怕啊 拘役六个月他们也不怕 他们总会告诉你我还是会放出来的 等我放出来我跟你没完 所以好多人其实更恐惧他们 而似乎我们又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因为法律规定就是你即使把它打成青伤 也不过就是六个月一年 他们还是要出来的 出来他还是要到你家 和你说一二三 所以说我希望法律 搞法律的人 搞管理的人 想一个更好的办法 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不要再出现这种 啊 两个女人在家里 骚扰三 一天骚扰三四回 最后殴打六十分钟 三十分钟 打断六根肋骨 而人现在还没有抓的这种 尴尬局面 真的让所有人看到 说二零二三年了 怎么还有这种事情出现 心里不舒服 真的不舒服 好 这次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再见